欢迎自买 我来了 朋友们 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梁朗先生啊 身着的是我们中国少数民族哈尼族的服装 那是因为他的家乡就在我们中国的一个边境小镇 云南省普尔市的宁尔县 那里距离缅甸只有200公里的距离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90%的翡翠都源自于缅甸 老爷子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他们家祖传三代的传家宝 对人家来说可是奇珍翡翠不稀奇 进水楼台先留宴 从古至今我们形容女子美好的时候 经常会说到这样一句话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诗词歌赋渐渐揭晓 而今天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池宝人 可以说就是这句话行走的代言人 不信您听 雪山啊家 轻轻地走来了 唱着那动人的歌 飘着那长长的发 来自北京的展节 我们从事艺术教育已经是20多年的时间了 平常我们的艺术生活不过也就是在国外开开个人画展 去欧洲各国买买古董珠宝而已 想想有这样的人生经历 今天我们带来的藏品能不登上珍宝台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大声地来告诉大家 珍宝台 我来了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来有请双方石宝人登场 做好准备两位清亮宝 好漂亮啊 这是您的吗 这是我从欧洲的一个老曾家手里请来的 我是一个珠宝收藏爱好者 我的足迹是遍布欧洲各国 它叫什么呢 这是一个清晚期的玉佩饰 它在云南呀 还有一个图语叫三丝裂 所谓的三丝就是下面呢 它会吊三个坠子 但是我今天带来的这件会更特别 因为它有五个坠子 第一呢 它来装饰 就女子走起路来摇摇叶叶很美丽 第二呢 它这上面很实用 它有耳挖勺 有牙签 就拿起来就可以用 你觉得它是实用的 对 还有一个个别之处 像今天的这件宝贝 它有小刀 小鞭子和小剑 这个就很特别了 这是当地云南人为了辟邪用的 中国有56个民族啊 但是大家一见面呢 都特别的亲 尤其是华业之门呢 在这儿也会见到各个少数民族的朋友们 拿来自己的宝贝来到这儿 那您带来这宝贝啊 可真的厉害啊 这是您从哪儿得到的呢 这是我奶奶传给我妈的 我们前几年 我们家乡都是 都是水翡翠的 水竹子的毒气 我妈妈在世的时候 不绝买这个东西 放下来的东西 卖出来就叫败夹子了嘛 那你今天为什么要拿来健宝呢 我今天我就拿来看看一个是 它是能值多点钱 看一看 比较心中一个素了 那么一分钟的豆宝 感谢精彩的时间到了 有请 像那个东西是三件 这也是头上戴的 第二 那个是挂件 就是我们农村的妇女结婚 比较以前人了 那就戴上这个配套一套的 第三就是这个一个腰带 对 所以它是三件 它这个在其中的一件 在我们家乡 这个比较平常 比较多 既然梁大哥 那么说我的这件东西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脑了 因为在我们收藏行当里 能拿钱买到的都不是事 大家看我今天达到的这一件 上面是放的是玛瑙 当地的云南人 是根据自己的属相 星座 月粉 五行 来定制 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来挂什么样的饰品 它有 我承认 但是到处都有 不一定是对的 我是今女性的 无二批选 它的那个东西 我觉得身上带不带 无所谓 翡翠月拙 这才是女性必备 好 谢谢 现在请两位稍坐休息 您这么大老远 把这件藏品从海外带回来 在您的心里 它的价位大概怎么样 万元左右 万元左右 对 好的 先生 您这三件宝贝 您觉得在您心里 它能一共值多少钱 八万左右 八万左右 那今天的采集权要交给 我们的专家 有请 我先看看这个 这里有三件翡翠 第一件 这个非常像 和天白玉的这个玉锁 这种锁型这个玉配 我们常见的都是 给小孩这个出生的时候 配一件 这个长命百岁 其实这个用途非常广 比如刻一个瘦子 可以给老人 刻个双喜 可以给这个新婚的人 那么这个翡翠呢 基本也是绿色的 虽然这个种子不是太好 但是呢 在云南地区算是比较好的了 这两件 镯子一新一老 那么老翡翠镯子 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你摸这个外缘的时候 它有脱凹不平的这种感觉 这是手工做出来的 那么这个新的呢 就是完全是光滑的 而且这个镯子呢 有使用过的痕迹 再有呢 有一道裂痕 这使用过程给磕了 这个翡翠在云南使用 大概是在明代 明晚期 到清代已经很普遍了 所以从这个雕工原料 和使用痕迹来看呢 这两件 毫无疑问 这是清代翡翠之一 这两件 好 我们下来再看 这一串 这样的东西 其实是少数民族的 实际上这个后来 就传入中原了 比如说这个到了清代 满座妇女 就经常用这样的东西 放在这个衣服上 叫鸭筋啊 什么之类的 那么中间 这三个翡翠饰品呢 实际上是一块料下来的 就白底青 而且呢 大家看这个样子像什么 像一个荷叶倒扣的 这个不是清代的特点 这是明代祖配的特征 那明代祖配特征 我们怎么会在这个清代 这个翡翠饰品里出现呢 这就是云南这个地方 乃至缅甸北部 曾经是南明政权 就是明王朝最后一个小政权的 所带地 所以把这样的 这样的挂式这个样式 就带到了云南地区 所以从雕工和原料上讲 这一套 确确确实实是清代 遗留下来的翡翠 满翠 很高兴啊 这两件呢 都是真的 而且都是老的 现在我们来为藏品估价 首先呢 来为这样的一组家传之宝 估价 各位全球藏家团的朋友 请出价 刘先生两万八千元 余先生两万五千元 初先生三万元 田先生三万元 范先生一万两千元 胡先生两万元 那我们来看看 这件清代的鸭军 它的市场价格 请出价 三万五千元 四万元 六万元 五万元 一万五千元 两万元 这价格出入还挺大呀 赵老师是不是 很细的银化室呢 它的银质很好 而且呢工业很细腻 咱就单论它上面的翡翠 和那个红色的玛瑙 大概呢 它的市场价也要两万块 还有啊 它这件翡翠化室呢 保存的比较完整 这很难得 非常地恭喜 现在您大老远来了 还得到了 华语之门的真品证书 那这样两件传品当中 究竟有哪一件 可以登上华语之门的 珍宝台呢 现在我们请专家合议 经专家团合议 翡翠卦式 由于它保存完整 历史悠久 文化内涵深厚 而获得了上 珍宝台的机会 好的 祝贺您可以带上您的产品 登上珍宝台 感谢 关谷珠宝成立于广东 拥有国家注册商标 从事翡翠行业十余年来 坚持从缅甸矿区 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 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 精雕细琢 支持私人定制服务 为大家提供 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 观谷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 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 美国 加拿大 新加坡 港澳台等地区 有很高的声誉 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 结缘观谷 以往都认为 翡翠价格过高 那是您不了解翡翠 关注我的微信 78872456 学习更多翡翠知识 判断翡翠的价值 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利 买翡翠 找关谷 微信 78872456 关谷珠宝向您承诺 全场保证翡翠A货 送国检证书 支持全国附检 可以淘宝交易 假一赔时 鉴赏期内不满意 可以无理由退换 同等翡翠所受价格 低于实体店的三折 可以随便对比 微信 78872456